资金实况主丁特 知名实况主丁特由于紫布事件 与游戏橘子展开法庭攻防 双方于昨日开庭进行答辩 其中橘子说道 绝对没有亏待台湾消费者 嗯...他怎么说我怎么信啰 本次事件发生于2021年 丁特在首尤天堂M上砸了上百万元 结果发现其中的几率远给予官方公告的几率 且游戏橘子不断宣传几率与韩版一致 于是丁特便认为橘子是在欺骗消费者 因此决定控告游戏橘子 因为台湾版的紫布属于不同活动 因此不需要公告两者几率不同 同时局也反算丁特 你都知道几率不同的还要做 不能怪我们吧 嗯...不测试被说没有证据 测了就说你自己要做的 怪我咯 目前全案人代法院做出审理 将在7月21日公布一审结果 而你比较赞同哪一边的说法呢 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